1,2,3 不能看 她說 欸 但我的皮膚光瞄得到 然後我討厭喔 我一點真的都讓很沒安全感 很悶 說弄別的小時候 沒有感覺對自己要 差很多欸 完全不一樣欸 古人臉 什麼意思 沒有 因為我之前演板校 然後現在又是演一個解言之後的人 然後他們就說 你是不是有一張古人臉 欸這個很 我真的很生氣 為什麼 我一個不 其醜吧 這個幫我拆一下 8月2號的12月3日 8月2號的12月 好啦 好棒喔 小錢啦 我沒有辦法 很衝動的愛上 我是一個容易看到別人優點的人 就是我很會關注到人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如果愛上了 會很快的就給很多東西 趕快確認關係 對 趕快確認關係 然後好近 對 下一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我會看到他的優點 但是我覺得曖昧期間會很認真的思考 適不適合繼續走下去 不行 走不行 精神出門蠻嚴重 對我來講 出這個習慣很小學 我記得有一次 我喜歡的一個女生同班 然後 那時候 像安晴班 然後就坐在老師的身上 用他來跟學學學弟聊天這樣 我只會把他送房給他學 我會 我其實也是一個滿愛吃醋的人這樣 然後 其實 有時候心情比較不好說 女朋友點 男生讚我也會吃一點小醋 但是我是 會自己 在自己的內心世界 演很多戲 想很多人 但我不會讓對方知道 都會留 我覺得如果有紀念價值的東西 我會用下來 但是如果 假如我已經教了一個新的朋友 然後他很介意這個東西的話 我會把他收掉 如果現在有 我會把他收起來 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如果被發現 我留著 我會跟他講說 我會解釋 告訴他說 那時候人家送我什麼心態啊 什麼 其實我覺得 不吝嗇讓他知道我以前的故事 這樣 嗯 嗯 有一點的 不一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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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社會啊 社群媒體的資訊真的太快了 所以我覺得 很多時候 人跟人之間是 沒有辦法實體 有時間相處 所以有些人 一定 一定還是有真心的人 抱持這種心情去 玩交友軟體 對啊 所以我還是 本能的相信 還是有真耐 只是自己要小心 就當然因為 因為不是真實碰面 可能網友這個東西 還是要小心 這樣子 只常會看到一些 一些人 他是 走過去的時候 我會 我會覺得 欸 他很漂亮 或是他 他很 迷人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意見中情這件事情 一定是有 我會開一個感覺 你知道 有些女生 走過去的時候 有那種自信 我會喜歡那種自信 其實我一直是 需要相處 所以我了解對方的 所有的習慣 以及個性 才會去分析 所有喜不喜歡 一見中情的話 我會一直相信 有這件事情在 在我身上 真的還沒有發生過 但我一直覺得說 我有一天 可能會碰到一個 我第一眼看到他 然後就覺得他 很多東西都跟我很合得 對不對 五歲嗎 五歲差不多吧 但是我實在覺得 要看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 可能他三十幾歲 但是他的 心靈還是 有很 很 很小孩的部分 那我會覺得 很可愛 很悲哀 你知道嗎 是 所以基本上 就不能接受 遠距離嗎 可以接受 但是 不同這種感覺 沒有那麼長時間 碰在一起 但是 會跟著一起 每一次的 相處 你知道嗎 可以接受 遠距離嗎 聽說假如同居好 我也不會 實時分擇場合在一起 但我心裡很強 但我會裝作 不在 就是 不要 跟他好死去 就是想要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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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我出現的時候 我一定要讓你覺得 我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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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一個很獨有的回憶 那個核桃那個卡塔卡塔 那個心跳聲 一定是阿翰跟二弟最美的回憶 就是二弟 從那之後聽到的心跳聲都是卡塔卡塔 這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就是阿翰在家裡出貴的場景 雖然我前面已經講過 之前你專訪已經講過原來死的場景 但要講真的最喜歡的還是那場景 家人那一塊熱門來說 也是感情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喜歡一個人 能得到家裡的知識是非常不容易 我看了幾次之後 其實我幾乎每次都被彩化解釋的一個 眼淚感的道道 我記得我拿到第一個大錶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那天是幾月幾號 其實前面都是非常不安 然後緊張 然後想說 哇真的要來的 哇真的要來的 然後因為那一場我知道很難 所以在 在開始做角色功課的時候 我寫了一封信給張家 就等到要拍的那天之後 我才又把它打開 然後把信打開看 我覺得那一封信 蠻幫助我安定的 的確就是蠻赤裸 蠻難的這樣 包括我們腳踩在水上的聲音 或是撞到牆壁的聲音 或是搓身體的聲音 都非常細微 然後非常明顯 所以最難的就是動作上 我那時候想要帶她去野餐 就是去一個很遼闊的地方 可能是山上或者是海邊之類的 然後就跟她在那個地方過一整天 我想要跟她有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就我想要我們沒有任何準備的 然後就是像一個驚喜一樣 我們就決定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去 然後野餐上會遇到什麼 我們都不要去想 然後遇到任何事情 我們都一起解決 所以我想要給她一場 這個特別的旅行這樣 我爸爸 我爸爸在我這輩子 一定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他會去專演演員到底在幹嘛 還有表演到底在幹嘛 所以當我接到這部戲的時候 我演一個同志角色的時候 他是很支持的 我覺得我刻在心裡的名字是 張家漢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主演的電影 然後這個角色對我來說真的 帶給我很多的第一次這樣子 包含 不管在我現在電影的道路上 我也希望能夠 支持著他的精神 就是 我們要擁有膽 然後要堅持 嗨 大家好 我是陳昂珍 我是鄭婷 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現真熱意中 就是我們的作品 一定要進戲院 可以 支持我們 我們會不會在一起 我們會不會在一起 zest二四四 我們要不要著 你無 SCARM 你吃必須的 你吃節快樂 有什麼東西 我吃不去 我吃不去 你吃不去